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收听今晚的心灵花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伟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 今天跟各位一样也是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 有我们多伦多佛光三世的主持 永固师傅 在这边跟我们大家一起度过这半个小时的心灵花园 师傅你好 奥米托佛 欢迎王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奥米托佛 奥米托佛师傅 师傅啊 这个上个礼拜呢 我们谈到了这个法宝 那这个礼拜呢 我不知道 因为其实如果照顺序来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要讲到这个森宝 其实呢 我也很期待呢 要来印证一下呢 我所知道的这个森宝的种种的一些 我所之前了解到的呢 是不是还保持的一百分的满分 这个王伟不用担心耶 我觉得你不愧是在到场训习那么久哦 应该做一个confirm ok 但是你应该是一百分的 好 那我们呢 就赶快呢 请师傅带入我们 记录我们今天的空中佛学院吧 空中佛学院 各位心灵欢远的听众朋友 大家吉祥 在今天的空中佛学院呢 继续我们的学佛行仪 这个主题来讲应该第三讲 就是特别跟出家人 也就是三宝之中的圣宝 那么跟出家人的一些相关的 在这个互动之间的一些礼仪 那当然呢 应该要先从这个见面 称呼开始 怎么称呼出家人呢 如果以最通用的 绝对不会失礼的 那有两种称呼 第一种呢 就是法师 第二种师父 那这两种是 就是说比较这个普遍 你遇到只要是出家人 你都法师 阿弥陀佛 师父你好 都可以 那另外 比如说 有一些法师 或者年纪上 或者是说 他在佛教的贡献 他是受到尊重 肯定的 那么就又有其他的 比如说 在佛光山 只有一位大师 就是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 是佛光山的开山中长 也是把佛教 能够推动到 国际化 现代化 他对在佛教的贡献 这个是全世界的佛教徒 都是可以讲是 共同认定的 所以称为大师 在全佛光山 也就只有一位大师 所以对其他佛光山的法师呢 你只要称法师 或师父就可以 那么不称 就是看到我们 比如说 你看到满仪法师 你看到妙目法师 你不会要称 包含我 都不称大师 都称法师 就可以了 那么 当然其他还有 比如说有 哪一位老法师 或者老和尚 或者长老 或者上人 这些称呼也都有 那么 一般会有一些 这个共通的 公认的 是怎么称呼 会有一种习惯用法 各位应该在称呼前 这个稍微了解一下 就可以 接下来呢 是称呼已经称呼了 你手上的动作呢 应当是合掌 有一些人呢 见到 很难得遇到 哪一位法师 有的时候是在 这个走路的途中 比如说在外头 在车站 在哪里遇到了 有些人呢 在这个外面路上 也要顶礼 其实是不适合的 会让人家误会说 哎呦 你们怎么 这个佛教很麻烦呢 都要 见到人都一直顶礼 一直礼拜 其实不是 他顶礼礼拜 是有这个礼拜的地方 一般呢 比如说 灾堂呢 或者是这个 上课途中 会课途中 或者外面办事 这些地方都是 因为灾堂是吃饭的地方嘛 这些地方呢 都不礼拜 不顶礼的 那比如在 你要搭船 搭车 这些都不礼拜 就是要礼拜的话 其实都是回到大殿里头 说要向法师 顶礼 什么 才有这样子 其他时候不用的 而且就是 一般寺院 大家经常有互动 也不需要这样子 是说真的 远来的 这个大德法师 长老 那当然要顶礼 那通常呢 我们会安排 就是大众一起 到大殿中 我们大家一起 就集合大众 然后共同来顶礼 像这样子 那么 我们在顶礼 就算是集合大众 在大殿顶礼 大德法师啊 哪一位长老 或者大师等等 那么 通常我们口上说 像大师 接驾顶礼三拜 我们口上会说三拜 还有这个动作呢 不是拜人啊 他是面向佛前 还是在 就是不是跟着人的方向 而是跟着佛的方向 那么顶礼下去 拜佛是三拜 这种顶礼人呢 还是一拜就可以了 你只要一拜 然后就自己站起来 然后问讯 像这样子 那么附带一提 有时候我会 看到有一些家长 带着小朋友来 小朋友 特别我们在这西方国家 你要他跪下来的这些 对他来讲 是非常不习惯的动作 甚至于他觉得不舒服的 所以我看到一些家长 硬是要压着 这小孩子的头啊 压着他的脖子 拜拜 哎呀 我看了都很担心 其实不要勉强 那也不需要这样子 不然以后这孩子 对要来寺院 要见到法师 他可能心不甘情不愿 这样反而是反效果了 好 那么在互动的时候 谈话 真的有事情要谈的话 像比如讲 通常我们不会 闲着没事情 等人家来找我们聊天 我听到有些人 他可能是要来 问什么事情 他会说 师父你有空吗 我可以找你聊聊吗 像这样是不太妥当 我就说 你要问我有没有空 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没空 我真的不会空在那里 发呆的 有的人说 我没事 找你聊聊 闲聊 我没有这个闲功夫 那么应该讲说 师父 我有一些事情 想请您开示 不晓得什么时候方便 像这样的谈话 就比较不失礼 那么另外 比如说 我有时候会遇到 我在走廊上 或者在哪里 我在跟人家谈事情 那么有人经过 就打闲叉了 打叉进来 然后就插话 或插嘴 像这些 其实这个不要说 对法师 就是平常时 跟人家谈话 都应该尊重 人家在处理事情 除非 这个十分紧急 不然通常是 不会这样打叉进来的 另外当然 比如说 跟法师 一起去办什么事情 比如讲 我现在举例讲 因为这个 出门办事 误餐 得要在外面用餐 好 在外面用餐 如果是 这个素食 餐厅 素菜馆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 这个外面 我现在假设 就是叫麦当劳好了 那么麦当劳 它也有素食的 hamburger 也有薯条 那么你跟法师 一起用餐 那个地方 不是素菜馆 可是没有别的地方 比如说吃披萨 这些 我们在西方国家 真的有的时候 比如讲说 每个月要到底特律 去讲课 那底特律的义工 会来接我们过去 那这路上一开了几个钟头 中间可能要午餐 在外面用餐 好 叫一份披萨 我一定是叫这个 vegetarian pizza 素食的 里面就是蔬菜 这样 那你一起用的人 你就陪着法师 一起用素的 就避免说 哎呀 法师点法师的是素的 然后你自己呢 就是 什么什么肉的那种 hamburger 或者是那种 叫炸鸡腿啊 什么啦 这些 这个不管是不是 这种素食店 就是这种快速的 方便的地方 或者一般餐厅 你都要注意 你陪出家人 一起用餐 就麻烦 配合一下 一起用素的 真的也不差 那一餐 这是一种尊重 一种礼貌 另外就是说 比如讲 比较会用到 我有时候 比如讲说 我们几个人在讲话 我们法师在跟其中的人讲话 旁边也有人在讲话 那礼貌上来说 你自己要降音量 你不能你的音声 盖过法师 那这个师长 还要很费力的 在那里跟人家 开示啊 讲解 回答问题啊 等等 所以音量上 有自己的长辈在 自己呢 音量是要跟别人交谈 你也要稍微控制一下 就是稍微低一点 那么另外会遇到的就是 比如讲照相 我有时候常常遇到 在哪里 什么场合 有些人 啊师傅 我可以跟你照相吗 问一下 这都比较尊重一点 那么我们原则上 给人欢喜 大概没问题 但有的时候呢 不方便 比如说 我正在工作中 我手上拿了好多东西 正在行径中 类似这样子了 有时候会讲说 不好意思 现在不方便 但大部分 其实我原则上 我很乐意 就是也是给人欢喜嘛 但是你要懂得 照相的时候啊 如果你是一个人 照相 跟法师照 你要站在长辈的 右方 右侧 一般来讲 比如我们走路 走在法师的 左后方半部 它其实是有一些道理的 不过我想 这个走路啦 搭车啦 书信啊 等等这些 我想还是 我今天就先讲 这一部分 这个跟法师的互动 那么一半 那么下一次 我们再继续 来进行这个 学佛行仪 把跟出家人的 这些礼仪互动 再把它说完 所以分两段来讲 好了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师傅啊 刚刚听您在这个 空中佛学院呢 提到呢 就说我们这些 心理上来讲呢 我们要跟师傅 一起走的时候呢 要在这个左 后方的半部哦 可是师傅还没有讲完呢 那我们是不是 可以留在广告之后 听听师傅来讲 是为什么要这样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好 那就先让我们先 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马上再跟师傅来请法 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傅 还是要赶快问你一下 刚刚我们上班长就讲到 其实师傅你不能讲我一百分 我想我要给自己扣几分才可以 要求很高 因为刚刚师傅在讲说 我们跟师傅在行走的时候 要在这个左方的后半部 这是为什么缘由 我好像有点忘记了 所以要赶快来补习一下 这个真的是怎么讲 因地制宜 你想象 比如说我们走在马路上 那人行道 因为车子是 我们都是靠右边行走 所以整个的马路 应该讲马路的右边也是 我们这一项旁边的车 车在走 在跑 所以我们走在人行道上 它的这个左侧是 靠近马路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你要让长辈走内侧 外侧就是左侧 左侧 那是危险的地方 让我来吧 就让护法 或者晚辈来 然后让长辈走 这个内侧安全的地方 所以是左后方 但是我现在讲是说 我们这个马路上 车子是靠右边驾驶行驶 那如果去到 比如说香港 日本 英国 这些国家 它的这个车子是靠左侧 那这个内侧就是 就是说 变成右后方是外侧 所以你也不用去记 左啊右啊这样 你只要记得 危险的地方 不安定的地方 就是应该是完备 就是我们要走的 那个方向就对了 就是好走的 安全的 让长辈 长辈 这就好像 马路上有 坑坑洞洞的假设 你要让长辈 走在那个比较 少动的地方 平的 路比较好 路况好的地方啊 那有可能多年轻嘛 你跨过去就可以了 对 就是你就学一个大原则就可以了 了解啊 听了师傅的这个开始之后呢 今天的这个课程可以说是100分的 哈哈哈 那下一次还有下半段 还有下半段了 那下半段我还要再测试一下 到底有没有100分了 很好很好 那师傅啊 今天呢 我知道这个早上有大悲惨的法会嘛 然后我知道下午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师傅好像在这个台北文化中心呢 有做一个讲座 叫做与幸福有约 那我刚好有事情没有办法出息 那师傅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在今天这个讲座 与幸福有约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他是专门给这个幸一鸣吗 不限幸一鸣 这堂课可以说了 是我们作为一个人 走在人生的路上 你想要幸福吗 你知道你现在是身在福中吗 我想有一些观念提供给大家 那另外就是说 那实际上不管你现在这一步 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实际上来讲 你作为一个人 你就是很幸福的 那所以想 就是有一些分享 然后唤醒大家内在的力量 这个一个人的观念 一转世界就转变了 所以叫心好命就好 这句话真的讲得太好了 所以就是我整个的内容 它乖乖两个钟头嘛 后面还有点问问题要讲 但就是主要还是围绕在这个观念 观念上 认识正确的认识 正面的去看待这个人生 然后懂得就是越来越幸福 越往后 你知道当你有好的观念 越往后越幸福的 越往后越幸福 师傅啊 像你刚刚提到这个 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人生 转变这个观念 那我们在想呢 再过两个礼拜 就是清明节了嘛 对 那这个有关于清明节的时候呢 我相信其实跟师傅在今天下午 所分享的这个 也幸福有约 是多多少少 其实都有一点关联哦 嗯 要说关联 导室结束后 确实是有几位听众 不是很熟 我很高兴有一些新面孔 那么他们来问 就说他们是 这个移民来都几年 但是每一次到了清明节 就是他们有点煎熬 因为又不能够回去家乡 哦 那么 但家乡的亲友 看他们移民过来 好像觉得他们 好像这个道义上 好像讲不过了 他们有点 有点觉得挂碍 嗯 我就觉得你能回去 经济上也好 嗯 时间上也好 你能回去 当然 那是最好的 嘿 但是呃 实际上呃 呃 说扫墓 这一份 你不能够回去呃 去整理这个地方 哦 那你可以 尽一份心意 哦 就是呃 比如说到寺院 去呃 这个登记 参加法会 参加法会 对 然后你登 为这个往生的 呃 这个亲友 然后登记 呃 排位 然后送金功德回向 呃 那另外有一些人的做法是说 呃 他参加法会 呃 但是他不明白 呃 那个呃 回向是怎么样 嗯 所以我大概也有一点时间 在会后 呃 讲演之后 呃 稍稍跟他们做了一点 呃 分享这样 嗯 呃 也不要挂爱 因为能回去的人都回去了 不能回去的人 呃 你只要有心 呃 你用功德回向 呃 其实呃 也是一样的 嗯 呃 其实呃 师父说到这里呢 我倒想起呢 呃 之前呢 这个心灵花园 我忘记是多久以前 其实师父曾经讲过 呃 一件事情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说 呃 我们清明节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为我们 就是已经往生了 呃 我们的长辈们呢 就是说 替他们回向 啊 做功德 嗯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完尾 做得很好 呃 没有 我不敢当 呃 因为除了说忙于工作 呃 家庭 我我看着你 真的是陪伴着自己的父亲母亲 呃 他们想去哪里 就陪他们走 其实你真的很幸福 你有父母可以让你去陪 嗯 这点我倒觉得真的 我认为跟父母亲 嗯 有机会呢 能够相处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个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的都是很幸福的感觉 嗯 是啊 所以一般 因为刚刚提到清明节 我想 呃 可能我们到清明法会前 大概就这个时段还可以再 啊 提一下 好 因为原来是 我也是这次听到他们在问问题 我才知道说 还有很多人是不知道说 呃 第一 好 佛光山举办 呃 这个清明法会 对 是社区上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的 哦 那有报名没报名 通通都可以来参加 对 那有一些人呢 他以为来一下上个乡就要走的 哦 其实我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有一点概念 就是说 我刚刚提 有报名没报名 都欢迎你来 你有多少的时间 你就跟着一起参加法会 在法会之中 我们在礼拜 慈悲三昧水灿 嗯 就简单讲水灿 水灿 嗯 那么在拜水灿的 这个时间上来说呢 他因为分上卷 中卷下卷 嗯 所以他是从早上十点 呃 大约到下午五点 五点半左右 五点半左右 哎 哦 当然有的人一听 哎呀 这么长的时间 时间那么长 要接送小孩去学什么 哦 不行哦 没关系 啊 就是说 呃 你可以参加一卷 你就在一卷 你可以参加十分钟 你就参加十分钟 你可以一天 当然是最好了 哎 就是大家有这个概念 啊 就是呃 尽一份心意 因为这是在为你的 祖先也好 啊 已经往生的这些长辈 啊 亲友啊 在呃 回向功德 所以你自己亲自来为他们做是最好 是最好的 所以基本上就师父刚刚所提到就是说 时间长短不是重点 最主要是心意上 对 嗯 然后呃 如果说呃 这个听众朋友比较有点概念呢 我们我们华人哦 会为我们的已经过往的呃 祖先啊 这个亲友呢 会立这个牌位 对 哦 那么现在在呃 移民来加拿大 很多人家里头没有佛堂 对 没有地方放你这个 祖先的牌位 所以呢 你就不妨趁着在道场哦 多人都佛光山哦 那么他就是在清明法会的时候 让大家立这个啊 牌位来为他们祈求回向 嗯 那所以这个就要登记了 哦 你不登记我怎么知道 哈哈哈哈 要怎么写这个 哦 要要回向功德 操见谁呢 哦 所以他就要要登记 哦 那当然这个会牵涉到哦 他说哎 那这是要有功德经哦 哦 大家不要挂心 嗯 你说我不清楚 那你随喜 随喜就好 那个功德经就是 你为你的长辈啊 祖先做功德嘛 嗯 所以你随喜就可以 哦 不限的 那还好 我们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呢 距离这个亲民节法会呢 还有两个礼拜 所以还有时间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还有真的不清楚的话呢 呃 就是可以呃打电话来问 我想这样会直接一点 好 那既然师傅说到打电话呢 那我就想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也差不多要 好快 还要到了尾声 这好快哦 师傅 不要忘记下一次 我们还有这个下半段的这个 啊 下一周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月的第五周 嗯 所以是广播剧 对 很好听的 我好想听广播剧哦 最受欢迎哦 好 所以还要再下一周 嗯 我一定要把这个 有关 这是常常运用到的 还是要把它讲 讲清楚说明白 好没问题 那在我们的下个礼拜天 也就是三月的三十号呢 我们早上呢 会有这个归宜典礼 是 然后之后呢 在下午呢 也有一个新归宜的一个 呃 座谈会 是 然后呢 也有我们的人间佛教的一个 读书会 嗯 的一个呃 召集人 啊 会有演说 这样子 有些说明会 有些说明会 对 那如果呢 各位听众朋友想多知道 有关于我们多伦多佛观三世的 一个近期活动 或者资讯来查询的话 都非常欢迎你来电 我们的电话是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你也可以上网来查询 我的网址是 www.fgs.ca 今天再次非常 欢迎永固师傅 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 那么多的资讯 谢谢 师傅奥弥陀佛 奥弥陀佛 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一次 同一时间 共同再会了 拜拜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